二月五公众认为进步把绿色发展 作为十三五时期的重要发展展面 对推动绿色发展做出了全面图形 我们要正常认识到生态人民建设 是一项四大的系统工程 需要全面提升工程固籍 产业节奏、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预测到程度 其中节约领域 既是生态人民建设的一种之一 又与全面推动性来能建设各个预测的方向 与他们的应用有着立在一旦的影响 面对国家的计划我们的这次区域的计刑 我的计刑我得以十号能够通发的计划 因更少的计划 是承设这些计划更可知的计划 更可持续化的计划 这些计划我们的层次比较错识 中国的计划这些计划 思源消耗质 横共产相关成的成员者之后 民导绿色社会生产绿色成员 在绿色成员 而经济绿色跟绿色成员的伤害 经济绿色和绿色成员生命的代表 要加快形成提供这些绿色人民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消费 提倡绿色消费 并且奢侈暗中过度消费 促使生活方式的绿色 开启大动力广泛续绿色